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利用周一到周日 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 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来演 台北股市今天九月一号 今天真的蛮重要的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报价 加权指数目前报在九千零一十列 你要做个笔记 因为今天吃得很重要 有什么 第一例如果你问我今天的量价 跟今天主要外资 它准备怎么做收盘 我会告诉你 如果以单纯就加权指数 应该是坐在九千零二十五列 你问我 应该是坐在这里 九零二五好不好 今天到收盘 那么重不重要不重要 那他如果说三五呢也不重要 四五呢他就给他扛了 举例啦 那今天应该会坐在九零二五 我的看法 以量价结构 就是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 最低点在八九八零 最高在九零六九 所以呢 好不容易做到这么老子 你知道吗 那地人就已经做这么老子了 应该是坐在九零二五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今天真正的一个关键点 来 看着它 各位请问 请看今天真正的关键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真实的关键 是在这里 在十点五十五分的八九九六 你一定问我 为什么要看这个八九九六 因为今天早盘 开低走低 对不对 开低走低 一路下滑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带量 有 画面上各位 你所看到的 这是五分钟的交易量的统合 那么呢 当这个第一档带量 往上做翻转的过程里面 你做二度的确认 第二度的确认 在什么时候发生 在今天会知道 十点五十五分的八九九六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不是八九九六 这个回撤啦 不是在八九九六啦 那个代表还看不出来 但是因为这个回撤是八九九六 所以确定 今天呢 没有低点了 今天的低点会发生在 我感觉是 尾盘应该有能力 收到九零二五 甚至于以上 但是如果九零二五 甚至于以上 那各位朋友 我会带你 还是该做的单 BSY正五十该空就空 该多就多 这样OK吗 正五十就是空 负五十就是多 好 可是今天特别重要 因为今天是九月一号吗 不是 而是在于 台北股市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 来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八月二十九号 八月三十号 八月三十一号 这是今天 现在嘛 对不对 现在九月一号 十二点 空五分 到空十分 对不对 没有 这才十二点零三 不好意思 是不是在这里 你自己看 我部以置评 所以回过头来 真正今天的关键 大家看一下 蛮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 所有的成员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凡事要准备 好不好 准备什么 准备做多吗 不是 准备做空吗 也不是 那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说 每个朋友 你都要有两个户头 你有两个户头 就是说 如果 接下来今天 明天 甚至于下个礼拜 甚至于下个礼拜 台北股市 与一个主要的对决点 不能破 这个点破了 我会带你说 币钱 这个币钱是会流仓的 是要流仓的 可是 当你一流仓之后 未来我们还是会 做多做空 这个流仓单 会做比较波段的 做比较 适度波段的避险 所以你 一定要有两个户头 一个户头做波段 你知道吗 各位成员 我会带你做 我会给你注明 避险 去流仓 如果是这种的 你要用另外一个户头 做下单 不然你也没法交易 所以 各位朋友 你要有两个户头 好 我们来看 为什么这么重要 各位请看 这是加权指数 8月11号 到今天 9月1号 你说有什么 要看8月11 因为 只有两天 真正的关键 刚刚两天 如果说 自8月11日 看到今天 九月抽 台北股市 重要关键 只有两天 好不好 哪两天 第一天 第一天 在8月11号 8月11号 当天的关键 在 9063点 很重要 就是说 台北股市 我们先不看尾巴 先看前半部就好 加权指数呢 是不是从高点 急速下滑 问题是这个下滑爆出 这个是每一分钟 你看一次 来 这是不是加权指数 这个是不是成为这样 后来再看这个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你说哪有一样 这个五分钟 累积在这里 这个五分钟 累积在这里 你再看它这个 哪有样 这是每一分钟 所以关键是在 这个点 这支锅 这支成交量很重要 这支成交量 不是普通的重要 是非常重要 这支 这支很重要 这支是大鱼 你往前推 它大鱼一直到8月11号 也就是说 今天早盘这个交易量 从8月11号以来 是次大量 以每单一分钟来看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 很重要 我觉得你要做笔记 第一 台北股市 未来会不会有个 适度的回答 当然不能用猜的 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叫8月11号 叫9063 就是说 我不管你当时要起 真的是要落 你这个9063不可以破 破了呢 我就怀疑你准备要大狂跌了 你外资准备要落跑 我有一个最坏的打算 对不对 那你只要守住这个你的成本价 我就不怕了 你又跑不去了 你跑不去 该做多我就做多 批的衰副市我就来做多 正五十我就给你扛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呢 8月11号的最大量 单一分钟爆出最大量的点 这个点 在九千空63点 这个点不可以破 这个点破就是避险 这个避险就是要流畅那种避险 这是第一个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接下来呢 次大量是发生在今天早上 是一个今天可以哦 今天九月赤日 发生 那么你一定告诉我 那8月11号 八月赤日 它发生了什么事 八月赤日 大家可以看 八月赤日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点叫做 九零六三 这是8月11号 所以8月11号 狂跌爆跌 哇 整个是跌翻了 然后呢 你就给它做多嘛 对不对 啊做多不是说 副余劳度 正五十你又给它扛 它就一定会死 简单说就是这样 这个叫PSY号 回过头来我们看今天 我们看今天哦 今天的关键是在 八千 九百 九十 四点 好来再看一次 你您告诉我 是在八千 九百九十四点 对 我们现在马上 因为是今天的事 来 各位看着它 我这次每一个是一分钟 不是五分 好来 搞啊 什么八九九四 对啊 一定是八九九四 好再来 这个时间是发生在九点四十六分 好 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这个点 那是九点四十 过一点钟之后 是不是十点五十五 没有啦 九点四十六是不是在这 过来之后 整理一遍 扭起来 对不对 这个回撤 这应该过一点钟哦 这个回撤 它是不是够在哪 八九九六 来 给我看一次 它是不是守在 八九九四之上 所以这个回撤 有没有 这个回撤就是 我开始在够八九九四 你知道吗 既然够八九九四 那你简单 针对今天的评价 这是最高最低 九零六九八九八零 对不对 所以今天约略 会做回来九零二五 这样给你做一个分享 个股的部分 不予置凭 二八八一 叫做什么东东 就互邦金控 对不对 二八八二 叫做国泰金控 对不对 对 二四九八 叫做宏达电 对不对 对 我只问你嘛 国泰金 这星期没去嘛 漏嘛 富邦金这两天 漏嘛 什么国泰去 看着他 没有人愿意谈的 对不对 没有人要看的 简直是怕死啊 那叫做宏达电 去几天 三天 哪有几天 我跟没三天 他开始跟你讲的嘛 一定有 为什么 来 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 哪有什么为什么 你要做对啊 其他都是假的啊 假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各位 请你看着他告诉我 这是什么 这是电子 电子指数啊 那该怎么做 正五十是不是要空 负五十是不是要多 对啊 我不是跟你讲未来 我讲从前 这叫什么 这不叫金融指数 对啊 今天不是九月一号吗 礼拜一呢 礼拜一不是八月二十九吗 礼拜一呢 礼拜一你去买国泰金啊 礼拜一你去买富邦金啊 我不管你买什么金啊 你就偷牢了 你就赔嘛 我说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嘛 没必要怎么说 你自己看一次 什么叫技术分析 你去买啊 我没意见 我没有看我没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对就好了 我也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涨 我是觉得说 什么叫技术分析 你学了那么多 你们国家 大家比我更厉害 我的技术分析指标也好 评价方式也好 都比我更厉害 但我只想问你 那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吗 你有去买国泰金吗 你有去买富邦金控吗 对不对 我不予置评啊 那这叫金融指数嘛 那金融指数该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来看8月8号 当时是个高点 8月19号绝对是个低点 对不对 8月29号是什么时候 就礼拜一的事 你说我买去 你就继续买去 8月29号是礼拜一嘛 那今天叫 今天是9月1号嘛 礼拜四嘛 那有哪里不对 你看着他告诉我 有没有哪里不对 没有啊 你感觉8月8号来买金融指数 有好吗 真好啊 你感觉8月29号来买金融指数 怎么 真好啊 可是我会觉得 8月19号买会不会更好 你觉得就是这么简单吗 你说为什么 因为呢 你需要有一个工具 有一个系统 它可以告诉你 第一个 当买力耗尽了 你就不要买了 你就买力耗尽了 你是在买什么 你如果直接下来 我 你每天都想说 台北高市的崩盘 对不对 他好不容易把你拉上来了 你马上你要卖 拿起电话就卖掉了 他是一次卖得掉吗 他怎么会害两三 他是买去的 我问你 他是卖得掉吗 爱嘛 3662热声 对不对 我感觉你也不用环乐 反正一定查得出来的 你说我这里查 哪有人在查这里这么笨的 要查一定是查这里 哪有人在查这的 他有法律背景 我就感觉 那些法律的都很坏 你知道吗 你说不贏他 你如果没拿证据出来 你怎么讲 你都讲不赢他 你查这边干什么 你当然是查这边 就是这边出不掉 才会有并购案造出来 他有法律背景 他一定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 未来发生什么事 你会怎么问我 会怎么查我的金流 对不对 他有这么说的人 所以要查也是查这边 哪有可能查这边你查不出来 查也是查这边 你要做对啊 不予置评 来 金融指数 8月8号叫1005点 金融指数 8月25号叫1010点 最高来到1012.21 金融类股指数 好我们去看PSY 分别在8月8号 跟8月29号叫正五十 那么8月19号呢 来到负五十 目前呢 因为短线跌幅很快 目前呢 向负五十做迈进 对不对 好回过头来 这个叫2498宏达电 宏达电是正五十 负五十 没有啦 什么叫技术分析嘛 技术分析就是说 你相信过去正五十会跌 所以这一次正五十 你会相信它 它也会跌 过去负五十会涨 所以现在负五十呢 你也相信它会涨 这个叫技术分析 好那这是不是叫 2498宏达电 然后是就是 不是就是啊 我也不跟你讲什么 违不无限传输 无水准 无水准 那说那要做 我跟他问你 他当时起了路 这样就好 要说一说那样 不错 八月二十九号 八月三十号 给我二四九八 备给三十 我那宏达电 我把我找一下告诉你 我们是不是提到 以宏达电为例 你该怎么去面对它 好来 二四九八 股票看日线 二四九八 股票看日线 指数看分线 那你告诉我 不然你跟我说 有负五十没有 还是负五十啊 正五十的话 不怕没关系 黄四九八 二四九八 来 这部宏达电 昨天八月三十一 今天呢 今天九月一号 这个呢 这个不叫做2881护帮金吗 这个呢 这不叫2882国泰金吗 对啊 对啊 这个呢 这不叫2882国泰金控吗 如果说有一档股票 或一个商品 你可以做到百分之一百对 那请问 你为什么不接受它呢 如果它可以百分之一百对 你如果没参考看看 你再看一次 所有的成员 你有软体有系统 一样把它点出来 不管你要点宏达电 要点互帮金控 点国泰金控 要点台子期 点加减指数 你会把它点 那记住股票看日线 指数看分线 好那现在你就点出2882 只要有不同 我就负所有责任 如果说有一档股票 或有一个金融商品 出手一百次 一百次都对 那为什么不做 我就不懂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休息两分钟 马上帮各位做进一步的简报 好 好 立正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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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肯定会有尽风 棒 棒 棒 一棒 再一棒 棒棒 接 强棒 强棒 现实平股 自动优化 必排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 零二 二 五 七 八 三 零 零 零二 五 七 八 三 零 零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贼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顾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总是窗室所的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击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理评险加买不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哦 各位朋友大家 一样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一样各位看一下 这是8月30号当天节目上 对不对 我没有告诉你买卖 我没有告诉你支撑压力 我就说其实你就去观察 一家个股 有没有过热 或者是有没有过度遭评估错误了 那你该怎么办 低估了 那你就站在买方啊 你保守型的零轴 你就可以解散啊 简单说就是这样啊 零轴咧 零轴叫做60 零轴叫78 零轴叫92 那8月30号不是又到了负识 那你就乐观啊 那这两天不就都涨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举例啊 我们就不要讲股票名称了 来举例 该公司为范本 正五十分别是 一 二 三 四 这个叫什么 你要提访买力已经耗尽了 你就 我不管你买或者是卖 你稍微踩个煞车 那OK 反过来讲 负五十呢 负五十一 二 三 四 负五十是不是也是四次 正五十也是四次 那么以该档商品来看 你的成功率 几乎就是百分之一百 可是 今天我们就错了 各位看一下今天的研究报告 今天的研究报告 我们特别举了这个案例 错就错 我没办法 来我们看一下 画面上各位你看到的一样 这是过往以来 我们的PSY的一个操作 以及评价模式 关键在于 正五十分别有 一 二 三 到今天早上 总共有三次 负五十则有 一 二 三 四 那今天呢 有出现过两次 今天有出很冷拜 一二 一 二 三 对不对 都对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也都对 不好意思 但是这里做不错 先说好 错怎么办 错我就带你停损 我就带你 错了 就走 就走 就在这边买 在这边走 能够赔多少 就几十点 最多二十点 就十到二十点 到顶的 错就错了 这样OK吗 他难免会错 可是你不用担心 错顶多只错一次 为什么 因为PSY它本身有自动校正功能 他只要错了 他马上会做第一时间做修正 不是我们人做的 他系统会自己做修正 所以我为什么跟各位报告 你不用担心 PSY没有一般指标常范的 叫做什么 叫做顿化 不会 他难免会错 他只要错了 他就会做校正 那你也不用担心 当他错了就如同今天早上一样 各位成员一样 你就把你的简讯点出来 对不对 不对 我一定跟你说 你就快点钟照 我绝对有告诉你了 来 举例 在这 不是 底下这个 是不是叫你全部都平仓走了 有没有 有 不对就不对 不对你也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带你先走 那你说那接下来 接下来一定都对 因为他最多就错个一次了不起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 我们就看一下 偷看 不然我来偷看一下 怎么要緊 记得哦 股票是看日线 指数观察分线 你 那要不搞啊 就要不搞啊 那就单一搞啊 对不对 单一搞该做动作就做啊 可是我觉得很难 为什么 因为来 9013嘛 母股嘛 合理在8 9025嘛 9025大概再够13点 13点不会啊 正午时还不会到啊 除非他突破9025以上 假设来到45 大概就到了 我猜的啦 还是要以真实的运算数字为主 好不好 最后你还是要以真实哦 我目前评估 虽然系统是我研发的 我猜大概是收25 但是如果假设有机会 瞬间来到4555 他应该会就转为正午时 你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那接下来最重要就在于 台北股市不能破 8994 不是今天而已哦 明天在 后星期 每一天都同样 我的底线 八千 九百 九十四点 如果他破了8994 我会怕 我真的会怕 我很怕 我如果很怕 我就会发简讯 带你做避险 好不好 如果是避险的 只要留仓的 我说得有清楚吗 留仓哦 你不可以走哦 要走 我会带你走 你万一错呢 错我就带你停损 就跟今天早上一样啊 错就停损 是能怎么样 还是输10点 够够输210 好不好 就这样子 你贪四五八点 你不说 输一个10点 20点 输就输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我只是告诉你 第一个 今天呢 看9025 那么台北股市 今天 明天在 包括未来一周 底线 除非未来的交易量 有出现重大变化 否则我们的底线 决战底线 是被牵 九百 九十四点 就是说 他没破九百 九十四 我们就一场 正常交易 多空多空多空 OK哦 万一这个8994 被跌破了 你就必须要有两个户头 一个户头 我会带你 发简讯给你 做币钱 这币钱 还留仓 OK吧 另外一个户头 维持我们的正常交易 多空多空多空 要有两个户头 所以如果 您是成员的 你没有两个户头的 你要利用 这两天 那我今天收完盘 或明天 明天礼拜五 那关键在下个礼拜 因为呢 礼拜五下午 美国要公告 劳动部要公告 就业数据报告 如果大幅度成长 市场会几跌 它会形成一个 右空的动作 你知道吗 台北股市会先受影响 所以各位 你还是要 有两个户头 那么我非常感谢 各位的收看 那么也祝福 我们所有的朋友 每一天 操作顺利 身体健康 谢谢你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予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大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变变变 变成功 肯定会成功 棒棒棒 一棒再一棒 宽敞接强棒 强棒幸福平股 自动优化 必败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推育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股票双振充 旗鼓双赢一把兆 固得投雇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知名游积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曝碎浪行程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购买